早妹喔 您好 我傳給你那個相片你有看到嗎 有 有 你可以先傳給老師嗎 老師看得到 老師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齁 這個不是我啦 是別的農友齁 他那個韭菜花苗齁 他是長齁 長牽他的蚵蚵仔起來 啊就是 有那個 不要 這要怎麼說啦 記牆就對了啦 那不是記不記得 時間快到了 他早上去噴那順道的油 結果油的湯 他拿著 他在炸油的湯來噴 他是說他有洗過了 他有洗過然後再噴 老師這樣子要怎麼辦 然後你看一下那個相片 這樣子還有救嗎 然後老師還有一個問題 我那座樓已經兩年生了 現在就是因為有點太密了 他那個有得到那個繡病 現在阿歡再過幾天要來 再過一陣子要來掛蟹 就在割葉子 然後 我總是要把繡病房置好 然後 還給它換起來 老師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資材 給它換起來速度那麼快 然後可以符合到 換那的那個商品需求 好謝謝老師 OK再見 來 好 來這個抄油要去夾到 但是油要再製成 這應該還有救 但是要快 不要再拖了 你用這個 這個抗逆症的這個東西 大概用一千倍 比較辛苦 這個水要穿多 就是說穿到的時候 像你握頭腳這樣 就這樣把他握過 他的勤募也辦法吸收 效應也辦法吸收 應該一千八百都可以 我是建議說一千 要穿比較淡 他如果是沒辦法這樣做 不然你就叫他用八百 讓他在這個 如果是穿八百水來說 譬如說 有的說 要穿很多湯 不然你就用五百倍 最好就是比較淡 穿比較多湯 就是說泡到薄 穿比較多湯 不然你就五百倍 他也不會傷到 你五百倍你穿比較少水 但是對後邊就造一些水 這讓他可以稍微收起來 應該這個就很快 很快就有辦法來改善 這個部分 可以讓他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我們在這個使用當中 應該是可以這樣 跟他做一個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收盆這個部分 你說要讓他翻起來 翻到比較快 這個漲如果是有夠怕 其實如果不用這樣 這個 我相信他翻起來的速度 如果怕他翻起來的速度 就很快 所以當時你不用 過度的擔心 擔心說翻不起來的時間 但是當時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這個收盆 有時候我們用的一個 這個油 可能變成像 這個 有時候會去咬一層 類似 一個 比較有一點生長抑制作用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是 在我們菇材裡面 我們推薦的這個用藥 推薦的這個用藥 裡面 基本上 這些東西 你說要有動漲 就是還可以 因為飛顆粒 可能 比較不會動漲 這比較不會動漲 你菇材你可以用這個 飛顆粒 菇材說不可以 這樣 這是不是很好笑的 菇材可以用這個飛顆粒 菇材可以用這個 但是菇材不會塞 菇材 菇材 白菇材 這兩支藥都不會塞用 這很有趣 所以你這個東西可以做回來 你可以稍微營一下 不是說叫你兩行做回來 稍微營一下 在港這類的藥裡面 還有一支 這個叫做環客座 這應該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說 如果是這個時間比較低 但不然 可能像這個飛顆粒 飛球力的一個 這個 安全採收期比較低 所以可能在這方面 你會比較 你個人的一個個性 你會比較放心 但不然 飛顆粒 不然就是這個 雅脫民和環客座 這都會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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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加一點玉米酥 如果是更快 你可以加這個恩酒下去 但是恩酒很快 它的恢復能力很快 這同性能可以這樣來操作 我個人是因為說 病害少女兒抵著 應該的環境 這種東西就是季節性的限制 這種規則就是較容易受問題 再來就是說 藏心較老 當然它的抗病性 就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這個低減難免都有這種的經營 所以在這個給予有一點 營養上的一個補充 我相信這應該是很好的這個營餡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相信在這個方面 應該就是說可以稍微多一下 9%的蛋給他 你如果說 還有一個冠軍 要讓他冠比較強 他要挨的瓶頸在那邊轉油 你就送三百倍 給他加一點點尿素 他的活力速度會更快 這個食水會更漂亮